沙漠造成的炎热与干旱 他就向另一支大军阻碍着在这里交战的指挥官们的作战计划 是啊 难怪有人说沙漠是战术家的天堂 是军需官的地狱 现在我们就再来看看二战中德军在此地的遭遇 有人说 北非的沙漠是战术家的天堂 是军需官们的地狱 对于进攻型的军事家卢梅尔来说 他确实是一个天堂 因为在北非广阔无垠的沙漠里 没有季节的变化 没有游击队 没有小谷抵抗部队 没有城市或急阵对装甲师的行进造成阻碍 但是 对于那些负责后勤供应的人来说 北非沙漠是地地道道的地狱 因为在这里 这话你说 要在20分钟内下达到辖区所涉及的单位 中央台综合报道 记者从北京市水利局了解到 目前北京市共有142处水利工程正在紧张的施工 以确保汛期的安全 北京市把郊区10座小型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列为首要任务 当时对防汛供水中其关键作用的中型水库 130水库进行蓝河大坝坝坡的全面整修 输水系统主体工程将按原计划在汛期到来之前竣工 北京城市河湖的继续结屋治理工程也已经开始 那么到今年11月份 大家就可以看到北京的内城河湖 包括土城沟 沪城河以及坝河 那么大部分就可以还清 总的投资 今年我们要完成水利基本监制投资10亿元以上 北京城区现有大小河流30多条 总长约500公里 目前北海石沙海一带的一环水系 和北京市区南部的二环水系都已经通航 以治理撰河为主的北环水系工程 也已经到了建造沿岸景观设施的阶段 这些水利工程完工后 将全面提升京城水系的防洪供水能力 中央台记者报道 18号凌晨 安徽庐岭矿难搜救工作人员 找到了最后三具矿工的遗体 确定有86名矿工遇难 那么到现在搜救工作已经顺利的结束 对遇难者遗属以及受伤矿工的善后工作 目前正在进行 整个搜救工作进行了6天 搜救人员除找到86名遇难矿工外 此前还救出了28名受伤者 目前善后处理工作进展顺利 有关单位与遇难者家属签 上超过50的良好佳绩 1到4月上海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504个 比去年同期增长58.1% 合同外资金额达到43亿900万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51.3% 其中仅4月份批准外商投资项目520个 合同外资金额超过了9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8% 日前15家在户著名跨国公司发出联合倡议 呼吁上海外商投资企业积极行动起来 与上海人民携手共同抗击飞点 飞点爆发以来 通用和中国企业一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保护员工的健康和安全维持了企业的良好运作 今年的出口领域还将扩大 而人们十分关心的新车型也将于7月如期推出 美国柯达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韦利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很高兴看到柯达最新投产的医用影像设备 已经在防治飞点中派上了用场 使外资企业充满信心的不仅仅是上海 天津利用外资也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统计显示 一到四月天津开发区吸引合同外资四亿八千万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两亿九千万美元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点五 到目前为止 投资落户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三千六百一十六家外资企业 没有一家撤资 生产业务一如往常 对外招商引资 网上联络洽谈 增资等各项业务正有条不紊地展开 外方人员面对飞点疫情 不撤资 不离金 不停业 与中方人员一起克服困难 共度难关 摩托罗拉 三星 丰田等一大批外资企业与政府 一起采取了严密的措施 一边预防飞点 一边保证生产 中央台记者报道 新华社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 18号下午一